在专业老师的讲解下 每个人认真学习一阵一线缝制包包 漂亮又实用且独一无二的包包让人爱不释手 有的学员还亲自换上旗袍来搭配亮丽的手腕包 展现浓浓风景与制作的成果 我们看到这个包包真的很高兴 而且老师很用心地教导我们 一步一步来给我们DIY这样子 相信完成之后一定是很漂亮 一针一线的话我们不敢 然后用了快乐心情 然后可以慢慢地把这个完成它 那虽然是因为大布包比较厚 所以的话针在缝的时候 可能要出一点用点力量 可以让我们这些新住民 慢慢地去让我们自己去了解到 针线手工的东西跟车缝的完全不一样 县府民政处每年都会不定期 安排新住民才艺学习 透过作品的完成希望增进学员自信心 并探索之来发展兴趣 借此提供多元学习管道 透过作品的一个完成 可以增加学员的自信心与成就感 并可以探索学员职业生涯发展的一个兴趣 经由耐心的制作平凡无奇的东西也能变成艺术 县远蔡明璇表示 相信透过此次活动 对于推动新住民及闽客族群间的互动与认识 有更多的帮助与了解 也让我们新住民朋友跟我们一般的客家族群 还有我们闽南人的一些社区的一些民众 可以一起来参与这种多元化的文化记忆 也借由先宣导我们性评教育的一个重要性 也可以透过不同族群互相学习 产生不一样的一个火花 让我们的文化跟记忆 可以在学习之中互相的来切磋 达到最大的一个效果 为了推动新住民多元教育学习 县府民政处与草屯镇公所基因民属南投服务站 共同办理新住民性评就业多元文化记忆课程 期望达到才艺学习互动联谊的目的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